你好朋友我是老窝,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个微距镜头 咱们日常生活中呢,经常会遇到一些情况 比如说你拿着一个相机,想拍一个东西 但是你凑了很近以后,就拍不到它了 怎么对,对不上焦 那就是因为那个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啊 你拍摄这个物体已经超过了这个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 那你想拍到这个物体怎么办呢 你就得需要一个微距镜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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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因为微距这个东西不是每天都会用到的 所以你如果经常是买了一个微距镜头 用过一次以后就把它放在那吃灰了 所以我一段时间之后不用了 我就把它出掉了 我就一直在找一个特别便宜的解决方案 像最近咱们很多手机厂商也出了像iPhone iPhone 13 Pro就有微距模式 那可以拍非常近的物体 然后好像还最近还有一些手机厂商出现了显微镜头 就是拍特别特别局部放大的 好像有几十倍放大倍率的一个物体吧 连手机厂商都在琢磨这种 就是给你尽可能的降低你的成本 来让你拍到一些微观上的事物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是有很多人是需要的 那咱们怎么能用最低的成本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我就找到了我手里这个七工匠的60F2.8 它换算成全画幅差不多是90左右 也就是咱们通常人所说的百威镜头 这个镜头有什么特点呢 大家看好啊 看到了吗 它的设计是一个伸缩的设计 然后前面这个遮光罩非常有意思 特别长 其实有点像 半截神边 然后这个遮光罩呢 它说是可以下水啊 但其实下水的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你放到水底下之后呢 你的这个前面这个镜头盖还是不防水的 所以你最多下去这么多 但那个水面你还是可以看出来反射的结构的 所以其实水下拍摄这个镜头的宣传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就是这个设计很是很有意思 当然了 这是七工匠的60F2.8的第一代 它第二代的设计已经不是这样了 已经不是伸缩设计的 已经是那个内变换的设计的 没有这个有意思啊 但是那个要八九百块钱吧 一代呢 他们好像最近做活动降到了600多 但是其实你在海鲜市场逛一下 你应该可以在500块钱 不到500块钱 你就可以拿下几乎全新的这种60F2.8 富士卡口的 我们来看看这款镜头到底是什么样的吧 我现在把它装在了X-Pro1上 整个的外形就是这个样子的 还是比较协调的啊 像一个普通的镜头是一样的 但是你真正的给它伸缩出来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个长度 长度有多长 有没有18 可能吧 镜头不是都是人均18 然后它的前面的 前面的镜头盖是这样的 如果你把 把这个遮光罩摘掉 摘掉 你会看到 它的镜片 是这个样子 然后 后边这是对焦 这是光圈 光圈 光圈没有档位啊 是一个纯阻尼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边 这边是一个刻度 上面写着 这是最近对焦距离是1比1的 然后这儿是放大倍率就变成了1比1.5 到了0.3这块 就是这儿就1比3了 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后边 它的一代的这个卡口这儿是银色金属的 它二代好像就变成了金黑色了 应该是设计上来说是更加更加先进的一些二代 但是二代相对来说也贵一点吧 贵个300块钱 这就是因人而异了 然后你把它装上这个以后 这个起到一个遮光的效果 其实其实把它拿掉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当初第一代给它设计成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镜头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让人一下就记住了这个镜头 七工匠的60 f2.8 其实大家一直对国产镜头有一定的看法 就是说可能是一些什么垃圾什么的 但其实你想想看 如果你用普通的焦段的 比如说是35 23或者50这种 然后它如果是1.4 1.8的大光圈 然后成像质量你会觉得 哎呀这个成像质量不太好 或者是怎么样的 花几百块钱买这样一个工业垃圾 是吧 不太合适 但是其实微距镜头 对于微距镜头来说 画质的好坏并不重要 因为你如果能拍到你想要拍的东西 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能花500块钱解决你能拍到一个非常小的东西 你想你想把它拍清楚 拍的拍出来那个东西的质感 那个我觉得还是咱们国产镜头还是非常给力的啊 这镜头像很多国产镜头一样 它是纯金属的镜头 所以镜头非常的重 但是像老挖的那个65 f2.8是一个非常瘦长的形状 手感不是特别好 而且放在机身上不是非常的协调 就非常的细长那个镜头 但是重量和这个我个人感觉上其实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这款镜头呢 我就觉得这款镜头这个设计太有意思了 然后它的形成啊 从最近对焦的这个0.26米一直到一米的这个形成非常长 也就是说你在非常近的距离内你能非常仔细的来对那个焦点 然后F2.8也算是微距离里边的大光圈了 因为你知道那个老挖的那个神边得是F11 而且它的头上还要加装那个辅助的灯来协助拍摄吧 因为微距和高速摄影一样是非常吃光的 你如果是你如果是光线不够的话 是很难拍出来特别好看的画面的 奇光匠这款的放大倍率是一倍 你一般人来使用的话 那个一倍的放大倍率已经是很很够了 就是它一比一的放大直接投射到这个你相机的CMOS上 嗯那个东西你你你你拍出来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使用两倍放大倍率镜头的话 你会经常找不到你所拍摄那个那个地方在哪 就是之前我我经常会找 哎他这个这个画面里这个东西在我明明对着这 它是什么东西就两倍的放大 你已经分很难分辨出来 那个东西具体是是你要拍摄那个那个物体的哪个部位了 你知道吗特别大 所以其实日常生活中咱们用一倍也就够了 而且对于微距来说啊 不管怎么样你最后都得放到三脚架上 然后来手动对那个焦 所以官方的那个自动对焦其实也有点鸡肋 你虽然能使用自动对焦能使用的一下吧 但是你精准的调整最后你都会使用手动来对那个焦点的 因此啊这个微距这个东西你其实买一个国产的这种 500块钱就搞定了 百微 而且像这种60 f2.8虽然说是微距镜头啊 你你你如果其实拿它来当做一个普通的一个人像镜头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画质嘛就是差了那么一些啊 毕竟它的 毕竟它的镜头口径就这么小 所以 但是你拿这个硬硬集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行程比较长 就是你如果拿它真的拿它当普通镜头来拍摄的话 那个对焦行程一长你就会失去你对焦的耐心 但其实啊使用微距镜头也是有一定门槛的 就是说 你拿手持来拍微距的话 肯定是非常难以控制的 即使是像X-T4有机身防抖 但你装上这个镜头以后 那个晃的也是非常厉害的 现在啊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画质 现在我是拿着一个手动的手持来拍摄 然后你看 手持的话现在是X-T4 然后我给它增强防抖以后 还是非常抖的 你可以看到 我手已经尽量保持不动了 但是画面还是非常抖的 所以 现在是最近对焦距离 这个 然后我给它慢慢往回撤啊 对到一米吧 对到一米我往后退 所以它的变焦 因为是微距镜头嘛 所以它的呼吸效应还是很很大的 但这种没关系 因为你做微距镜头的话 肯定是固定在那拍摄的 所以你会调调整一个 调整一个视角 这个是手持是非常非常 手持拍微距是非常难拍的 然后我现在把它装到三脚架上 让你们看一下 效果 装到三脚架上 这就不一样了 看 装到三脚架上 立马就变了 非常的稳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试一下 最近的这个 最近的这个对焦距离 所以拍微距是一件非常费时又费力的事 但是非常有意思 你会把一些非常小的细节 你可以把一些非常小的细节展示给大家看 所以拍微距 你一个是要灯光要充足 还有一个是要三脚架 甚至你想拍的帅一点的话 你得用一些电动滑轨 那些都是成本非常高的 像平常一般的人使用微距 我非常不建议去你去买一个电动滑轨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其实你就用三脚架 然后辅助一个灯光来好好的在那调整 然后来构图来拍摄就完了 你不要妄想着去用手动用手持来去拍摄微距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选择微距有所帮助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